我是中一的時候 因為進入了一間學校 我適應不了 那間學校要經常說英文 所以有一段時間很接 當時的英文老師 Miss Chan 她就看到她說 不如你放學來玩劇社吧 在我的劇社第一次演出 我是做一個村民的角色 整個劇中只有一個對白 就是在中場休息的時候 衝出來就說 We have fire drill 走火警了 因為我怕說英文 所以我經常放學 躲在關門的禮堂上 衝出來喊 到了公演的時候 我喊這句對白走火警 原來真的有幾十個同學 起床走火警 平時說話都說不定 很害羞的人 在台上說的話 會令觀眾相信 所以我覺得是一種魔法 御科的時候 我參加了一個 業餘劇團的工作室 老師就是 這次其中一個主持 是朱法謙 我覺得這個工作室很特別的 就是我會形容是訓練 訓練是像我現在的寒貝 他會過來咬直我 玩一些遊戲 他在說的不是你玩得正確 而是一個專注度 我記得朱謙老師曾經在一個遊戲 我靜止的時候 他過來拍我 他說 阿七 但你會有很好的能力 我就是因為這句說話 隔了一年 我便拿了一張報名表 去投考演學院 我覺得戲劇是一幢門 令人可以開啟到一個話題 我會說是一種情感的連繫 他看完之後 我無論如何都會拿東西離開 就算是罵著看 我最深刻到目前為止 都是我幾歲入劇院看的一個舞台劇 我和春天有個約會 我很喜歡蘇玉華做的版本 鳳萍 他在劇中不是主角 跟著一個他喜歡的樂手 而他男仰捱窮 我到現在想到他會想哭 劇中的鳳萍離開 很輕輕而已 我最後一次見我婆婆 她也是很輕輕的 再見了,明天再見了 但她那晚就過了身 如果我婆婆是鳳萍的話 她應該在另一個世界裡 她過得很安好 她不是這樣消失了 我想畫劇給了她的希望 戲劇的魔力就是… 你會有一些感受 可能你平時不會將一些很傷痛的 不斷地用腦想起 但你看一部戲的時候 你會有感觸 或者是一些共鳴 我受過訓練成為一個職業演員的時候 我會覺得有份使命 使命是你收到一個劇本 收到一個角色 你想辦法把它做好 簡單如你是一個賊仔 你出來搶東西 難得可能我是一個有重病的人 我不知道怎樣跟我的女兒開口 你要去到極致 用我的身體 用我整個人 去傳達一種信息出來 無論她看完是開心 不開心 那種不開心可能是感動 或是一種懷緬 或是她看完只是笑一笑 我都覺得是做到演員的使命 為什麼我會想成為一個演員 而演員是我的終身事業呢 是因為我越做越發覺 其實我很想尋找角色的真實性 我覺得整個過程很有趣味 我要投入一個人 如果我要投入他的生命 他的生活、他的行為 其實是… 是很變態 但是很好玩的這個過程 停,這是否最舒服的位置 不是 這個位置代表甚麼? 我上次跟你說過 這個位置代表你跟人的距離 你對最敏感的事 物、人的距離 你怎樣才能找到 最適合自己跟對方的距離 最舒服 給你源源不絕的力量 當你真的走進去的角色 其實你可能會發現到 那個角色裡面 可能他會有很多問題 他解決不了 我經常幫我的角色 是找心結的 很想透過我的角色 去… 其實感動觀眾 希望觀眾會想想 究竟那些角色 其實他也在生存在這個世界 不如我們給他一點關心 或者聽聽別人說什麼 我想如果我想做演員 我應該是中學的時候 我小時候已經拿著那些切剪筒 那些扮… 我記得當時好像跟著曠美雲 唱乾一杯乾一杯公足有儀 乾一杯乾一杯公足有儀 很可愛的 我還會在家裡拿椅子 明知道我自己看不到負荷 然後我踩上椅子 我假裝有人從紅館走上來 自己這樣轉台 這樣… 當時爸爸媽媽很忙 姐姐又青春期不理我 然後… 自己一個人就找很多方法去治癒 現在回想起來 其實是我自己砌了很多幻想 演很多東西 來令自己的童年很快樂 是這樣的